大家好,我是凌亿 上一集说到女主别下打工男 独自来到福山,要来找男主 男主的公司将会举办研头会 保安们外的确保研头会顺利进行 在公司四周巡逻 突然,有个光头怪物出现 袭击了保安 住手男和医生女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医生女毕竟是男主的前女友 所以他们还没靠在一起的事告诉男主 光头怪物拿着枪躲在角落 可是发现,站在台上的是助手男 而不是男主 这个时候,男主出现了 女主来到的男主公司 不过保安男员的主男闯进了公司里面 男主站在台上,向大家展示公司的新技术 那就是,瞬移 男主在观众席上,看见了自己的哥哥 他怕,这是自己的幻觉 就把身上的药拿出来车 可是男主哥,并没有消失不见 他很肯定,那个人的确是自己的哥哥 而不是幻觉 男主想要叫出男主哥 但是男主哥,快速的逃离现场 女主来到了研讨会场 高举灯牌,让男主趴下 可是光头怪物,已经朝男主,开了一枪 跑标难,跑上台,想要救男主 但是,却被强势中了,倒在地上 女主跑了上台,拉着男主躲在了枪台后面 还跑下了一枚烟雾弹 当光头怪物走进讲台时,发现他们已经不见了 警察来到了现场,光头怪物凭着地上的血迹追上了他们 女主解决了光头怪物后 警察出现,把女主包围起来 女主随时任男主,顺利的逃走 男主搞不清楚,女主到底是敌是友 可是他认出,女主就是照片里的人 还没来得及理性状况 朴市长就找到了他们,把他们打运带走 驻守男男球警方,暂时隐瞒男主事中的消息 要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尽快地找到男主 不然,这不只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大跌 还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管制级的大叔来到案发现场 他自言自疑地说,为什么这么靠近,都事不中 还命令手下,要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事情终究瞒不住,男主的公司股价还是下跌了 李市长决定,行使人事权 罢免男主CEO的职位 就怂然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但是李市长对他说,公司不是还有你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危机 而是一个机会 王道说在男主最后出现的地点 发现了子弹的弹壳 他认出,这东西是属于中间商的 朴市长来到了一间售卖亚洲食品的仇室 打开了冰箱里的密室,把他们拉了进去 朴市长介绍自己的工作室 类似于非官方的大使馆 管理从别的地方穿越到这里的人 男主以为在会场里的杀手是他拍出来的 朴市长解释要对付男主的人是管制局 男主想知道管制局到底是什么 大使馆又是什么 自己的哥哥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行李箱又是怎么一回事 朴市长问男主 假设你对以前做过的事感到后悔 想要重新挽回 那你愿意付出多少 男主回答,付出我的全部 朴市长带男主前往一个地方 在前往的目的地路上 朴市长知道女主也是传业者 他翻查了女主的背包 找到了一本日记 他想把日记里的内容读出来 但是女主出手阻止 男主问他,为什么要读别人的日记 朴市长认为所有传业者 攜带过来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 男主觉得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他要求朴市长开个假 要把女主的日记买回来 朴市长开假意义含远 男主要求他把自己的手机还回来 再用银行转账给他 朴市长来到了目的地 那里聚集了很多传业者 不过里面有一部分是非法的逗留者 他们都在那里找三工作 突然管制局出现 检测到有非法逗留之后 就进行逮捕 朴市长的手下 彬彬把准确的坐标发给了他 他告诉男主 目睹隐秘世界秘密的时间到了 他们来到了一座飞机建筑物 朴市长问男主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奇怪的事 比如看到自己不记得拍过的照片 或者是看到拍下未来知识的照片 男主想起了男主隔向街里的照片 他开始有点明白管制局的人 和女主所说的话 重要的不是他们来自哪里 重要的是什么时候 这时他们看到有人凭空出现 身边还有个行李箱 男主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眼前所发生的事 已经让男主看梦了 Don't forget to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